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購頻道 相信很多追蹤CK購頻道有一段時間的觀眾們 會記得CK從2019年2月開始的一個財富自由的賬戶 或者也算是一個挑戰吧 根據當時的預期,CK目標是在41歲的時候 從這個賬戶中一年能夠獲得78.8澳幣的股息收入 同時這個投資賬戶還會有市值為176萬澳幣的股票 現在距離這個賬戶的建立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 介於CK也在昨天拿到了2021年第一季度的全部股息 想趁此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財富自由的賬戶進展究竟怎麼樣 目前賬戶中又有多少錢了呢? 當時CK的計劃是,介於銀行的利息低到可以忽略哈 所以在2年前CK決定 除去一筆算是緊急應用資金 是以現金的形式存在銀行中 其餘的都是盡量找機會投入股市 最終的目標是從這個股票賬戶中 能夠獲得足夠多的股息 來支付日常的所有開銷 這樣一來,即使不賣手中的股票 也可以有錢花 所以CK稱之為是財富自由賬戶 在開始這個賬戶之前 CK還根據自己的情況 制定了具體的操作方案 根據方案,CK平均每月會買入4000澳幣的股票 這樣一年大約會存股48000澳幣 除此之外呢,到每年年底 因為會有像是年終獎金 還有年度退稅等等的額外收入 預計到年底還能額外存股12000澳幣 大家應該也發現了 介於這是以存股的形式 CK是基本不賣手中的股票的 當然除非是認為投資的個股的基本面被徹底的破壞 所以無論每天的股市怎麼動盪 CK都不會賣手中的股票 畢竟如果賣了,這些錢要放去哪呢? 總不能存去銀行吧 而加倉的時間,比起定時定存 CK是選擇在哪支個股進入下降通道時 也就是CKGO指標轉紅的時候 增加買入個股的力度 從而能夠迅速拉低平均買入價 在計劃的時候,CK假設了平均9%的股市年回報率 其中股息回報率為每年5% 外加4%的增值回報 可以說算是比較保守的回報預期 這麼算來,第一年這個賬戶會獲得1200澳幣的股息收入 外加960澳幣的增值 而CK我每月的基本支出是多少呢? 是5000澳幣,也就是一年的支出是6萬澳幣 另外我們還假設了2%的通貨膨脹率 這樣這邊6萬的年支出 就會按每年2%的通貨膨脹率增長 如此對比這一年6萬澳幣的支出 第一年那僅僅是1200澳幣的股息收入 外加900多澳幣的增值 實在是有點寒乘哈 這個時候也是最容易放棄的 但這個財富自由賬戶投資的關鍵 就在於持之以恆的滾雪球 這個雪球預計可以在CK我41歲的時候 滾到7萬8澳幣的股息收入 附帶176萬市值的股票 足以支付那時每年77澳幣的基本支出 也就是可以躺平也餓不死的狀態 實現財富自由 那因為CK我是生活在澳洲 投資澳股的話可以有更多的稅務優惠 所以這個財富自由賬戶是以澳股為主 其中的組合搭配為70%的個股 外加30%的REIT 那相比較於美股的漲勢迅猛 澳股的大盤截止到今天 才看看算是回到了疫情股災之前的程度 同時澳股的REIT 是指恢復到了大約2018年時候的位置 所以這個賬戶在從2019年開始建立至今2年的過程當中 經歷了2020年3月的股災 承受了幾次股市的熔斷 還有2020年大規模銀行等等個股的減股息 還記得當時股災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賬戶曾經一天暴跌了7000多澳幣 並且一度整個賬戶增值盈虧為負的2萬多澳幣 很多朋友當時有問 為什麼不先賣掉套利再進場? 當時CK想的就是 如果這個賬戶的金額不是7萬澳幣 而是後來的170萬澳幣呢? 難道也看到股市動盪就全部撤出? 撤出了之後這個雪球還怎麼滾? 並且撤出之後這些錢要放去哪? 總不能去買套房吧? 所以基於這些考量呢,整個股災的過程 CK是嚴格按照原先存股的計劃 沒有因為股災而賣手中的任何股票的 反而是買入了更多的股票 那麼這個賬戶到了今天怎麼樣了呢? 這邊大家看到的就是最新CK財富自由賬戶的走勢 從2019年2月投入了第一筆12000多澳幣的起始資金 兩年以來按照計劃存股 所有的股息收入也都在投資回到股市當中 中間大家也可以看到在2020年年初的時候 儘管當時CK趁著股災是大量的往股市當中投錢哈 這個股市還是經歷了一次縮水 當時賬戶的市值是在7萬澳幣左右 到後來股市開始恢復 到2020年年底股市的市值達到11萬 再到今天呢11萬多澳幣的市值 滾雪球的速度已經開始顯現了 在這兩年期間 此賬戶一共獲得了12000多澳幣的增值回報 以及將近8000澳幣的股息收入 這邊顯示的是一年12%的年回報率 但嚴格來說呢 這邊12%的年回報率其實並不準確 主要原因是CK是在不定時的時間投資進入股市的 例如CK剛在昨天投資了3000澳幣進入股市 這3000澳幣已經被算入了投資的本金中 但很顯然的 這3000澳幣還沒有來得及給CK賺取什麼回報 所以這個12%的年回報率並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 這一點CK要解釋一下 但如果我們去對比一開始的預測 根據計劃,截止到2021年也就是今年年底 預計這個財富自由賬戶將有20萬的市值 並且從2019年到今年年底3年的時間 預期一共會有1萬澳幣的增值收入 那麼感謝之前的股災 現在的增值收入已經算是超額完成 但對於這個財富自由賬戶更重要的股息收入 就今年第一季度的股息收入來看 2021年的2月拿到了298澳幣 3月有1100多澳幣 也就是2021年第一季度 CK收到了1400澳幣的股息收入 同樣是按計劃在進行中 當然並不是說到了41歲CK真的就躺平不工作了哈 這個雪球不出意外還是會繼續的滾 這樣到了45歲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一年獲得將近13萬澳幣的股息收入 外加280多萬澳幣的股票市值 記得當時CK在視頻中展示這個計劃的時候 一些朋友有提到,不能這麼算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 因為個股可能會減股息啊 也可能會遇到股息陷阱等等等等的問題 但就目前為止 雖然中間也確實遇到了減股息還有股災 一切都還與計劃相當 今天這個視頻呢僅僅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CK這邊財富自由的進度 也並不是為了比較股息投資方法好呢 還是投資成長股的投資方法好 其實適合自己的投資方法就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是投資成長股的呢 也完全可以通過調整這邊股息回報率以及增值率的比例 就可以像CK這樣根據自己的情況做一個投資計劃 然後根據計劃進行投資 這樣才會更穩當哦! 希望今天這個視頻能夠激勵到大家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